熟悉历史的人其实都知道 很多朝代的公主都有很多丈夫 像汉武帝的姐姐 还有太平公主这些 都是改嫁过的女子 那历史上就没有十分坚真的公主了吗 别说还真有 在南燕国就有一位公主 十分坚真 她是南燕皇帝慕容德的女儿 平原公主 慕容德是皇帝 她身边的孩子很多 但她却只有一个女儿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平原公主 平原公主可真是个大才女了 她饱读诗书 而且亲戚书画 样样精通 很快公主就到了该婚嫁的年龄了 她的父亲把她许配给了皇后的子孙断封 皇室的婚姻向来都是政治的产物 而平原公主的婚姻也是这样 但幸运的是 平原公主和她的丈夫十分恩爱 但好景不长 平原公主的丈夫受人诬陷被处死 这对深爱着她的平原公主 该是多么大的打击 那一刻平原公主就想跟着她去了 作为皇家的女人 平原公主有太多的无可奈何 而慕容德又在平原公主丧偶之后 将她许配给了寿光公余智 尽管公主心里有多少个不愿意 也敌不过自己的父亲 她还是带着对故去驸马的思念 披上了嫁给他人的嫁衣 她的苦无处诉说 只能向她的丫鬟倾诉 原来平原公主虽然顺从了自己的父亲 但她却并不打算真的嫁给余智 沉浸当晚 公主就说自己有病在身 不能同房 这样持续了两天 第三天 她归宁的时候 在宫中沐浴更衣的时候就自杀了 平原公主就这样早早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她死后 她的婢女解开了她的衣服 发现了公主的绝笔 让她把自己葬在断风目测 在人间不能在一起 就去地府追随 真的是一位十分坚真的女人了 洁荣 即可